早在過去我就做過了不少全白裝機的分享 而這一次就迎來了全新的全白裝機系列 只不過這次的裝機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一次是來裝一台 Intel 全家桶的全白主機 我知道在這個時間點做一期 Intel 平台的裝機分享 對不少觀眾來說屬於是一種非政治正確的事 我只想對這群人說 你們說什麼都是對的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沒什麼好解釋的 反而我覺得有不少人對於在2024年組裝一台 Intel 全家桶的體驗感興趣 因此這次我就搞到了一整套 Intel 全家桶的同時 還是以全白主題為主的一台主機 除了和各位分享這次的硬件選擇之外 我也會在節目後八蛋稍微和各位聊聊 這套配置會適合什麼樣的族群 感興趣的朋友千萬要記得看到最後 首先是處理器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那顆未來可期的一條 Core Ultra 928 5K 關於這款處理器的相關評測 我之前也做過了手法評測了 想要了解它的規格什麼的可以去看一看 當然這顆也是首發的那個處理器 只不過因為要搭配全白裝機系列 所以主板這回就有所不同了 這次搭配的主板是來自微星家的 NPG G890 高峰泰 H-Ti Wi-Fi 相比起上一代的 G790 顏值可惠是驚化了不少 不僅是PCB的部分也採用了白色的外觀 主板裝甲用料也明顯提升了非常多 供電的部分採用16加1加1加1項 每項90安的供電 供電規格面對如今超級省電的 Core Ultra 200s 可以說是奢侈到家了 因此完全不用擔心供電不足的問題 採用8.2HC的PCB層數 官方宣稱可以支持到9200MHz的記憶體內存超頻 只不過這次我採用的記憶體內存款式 到不了這個頻率 但待會還是會去嘗試它的極限到多少 擴展性部分首先給到了5個M.2插槽 其中除了最上方是採用CPU磁連通道的PCIe 5.0x4以外 其餘的4個均採用PCIe 4.0x4 並且都是獨立通道 不會和其他擴展槽進行拆分共享 另外這次的G890刀鋒鈦也大幅度升級了安裝解憶性 不論是顯卡插槽還是所有的M.2插槽 均提供了免螺絲的簡易拆裝設計 後製IO接口更是非常豐富 給到了10個USB接口 以及兩個滿血的雷電式接口 同時也給到了5G的有線網絡接口 和WiFi系無線網絡功能 都是產業Intel Cooler系列的網絡芯片 另外WiFi系的天線設計也增加了解憶拆裝的功能 天線的外觀也採用了白色的設計 非常符合整個主板的基調 這次微星也給G890主板更新了全新的BIO介面功能 整體的使用體驗也明顯好用了不少 總體來說 微星的G890刀鋒鈦匯聚了非常多的優點 基本上我是找不到特別明顯的導覽版 除了一條自己的CPU性能拉垮以外 接著就是顯卡了 顯卡我是和一位較熟的馬來西亞粉絲 接著來了這張攔截R A770 Portal OC白色版 採用了Intel加SE顯示核心規格 擁有4096個SU單元以及256位的位寬 搭配上16GB GDDR6 是目前Intel零售最頂級的獨立顯卡款式了 雖然說它是最頂級 但它的性能嘛 實際也約等於隔壁RX7600和RTX4060左右的水平 看來稍後的遊戲測試就不能對它有太高的要求了 不過不得不說這張A770整體外觀顏值 確實讓我比較驚豔的 不曉得你們覺得如何呢 再來是記憶體內存 搭配的是這款來自科富的Class V RGB白色版 採用了2毫米厚的鋁質散熱專甲 搭配上非常大面積的導光條 就外觀來說我覺得還是挺耐看的 畢竟是得到了德國紅點設計獎項 外觀設計的部分自然是備受肯定的 我手上這套容量為16GB×2 頻率則是6切C30 雖然頻率本身並不高 但得利於採用海力士A代顆粒 它的超頻能力非常強 待會也會嘗試一下看看能超頻到多少 接著是電源 電源是來自恩傑的C850金牌白色版 更新到了ATX3.1以及PCIe 5.1標準 顏值突出一個耐看 特別是這個拉斯紋鋁的名牌 雖然放進機箱內也就看不到就是了 線材也是全白色的搭配 就連接口也都是白色的 必須好評 就是如果把24B CPU 8B的線材 換成壓紋線那就更好了 然後就是散熱器了 散熱器是我第一次接觸的新品牌UPTURE 他們在今年就推出了6熱管 以及8熱管的雙塔風冷 我手上的這款就是8熱管的UP2TC8 採用雙塔雙風扇的設計 照理來說應該會有非常大的體積 但UPTURE很巧妙的將體積控制在一個 我個人覺得算是輕巧的體積 採用了一體化設計語言 兩把12mm風扇完全嵌入進散熱器外殼內 頂部還有一塊裝飾蓋板提升了整體美觀度 這樣的設計放在目前的風冷產品中價為少見 除了外觀和節省空間外 也讓吸收玩家的安裝過程更加簡別 只需擰緊兩顆螺絲即可無需額外安裝風扇 大大簡化了安裝體驗加上輕巧的體積控制 對於記憶體內存條的兼容性非常友好 即使是高瓦夾內存也不會受到影響 玩家也可以自由選擇外觀較好看的記憶體內存 來提升整機的視覺效果 就以顏值來說 它會是今年少數顏值蠻好看的風冷散熱器 它的散熱表現待會也會簡單測試一下 說完了散熱器 接著就是機箱了 機箱我拿到了來自恩傑今年新改版的H7 Floor 全新的H7 Floor仍然保留了非常多的通風網孔位置 通風表現可以說是非常好的 於是同時在高通風的表現上保留了恩傑自己的簡約風格 最大的特點自然就是底部的三把風扇位 它是通過將機箱高度進一步拔高 然後將下置電源位改為側裝的形式 給底部留出了足夠大的空間安裝三把風扇 而且面板以及頂部位置均支持360水冷 同時不論是玻璃車板機箱背板甚至是頂部的頂蓋和前臉的網孔面板 均採用免螺絲卡扣的設計 安裝體驗非常到位 除此之外 背長的理線空間也非常足夠 整體的理線體驗也非常的輕鬆 另外前面提到了電源改為了側面安裝的方式 這也使得電源模組線的安裝體驗也有好了不少 唯一一個我覺得比較大的缺點就是有點太大了 導致整台機器看起來會顯得比較空一些 但奇妙的是 這樣空曠感看久了反而並不會覺得違和 不曉得你們會不會和我一樣呢 由於採用了H3FLO的大機箱 加上並沒有採用一體式水冷 因此我覺得還是得加裝多一排風扇更好一些 於是我將機箱內的預裝風扇改到下方 然後在前方加裝多一套恩傑的F360一體式RGB風扇 類似3把12厘米風扇 每把風扇自帶8顆RGB燈珠 並且最大轉速來到了2400RPM 加上採用了一體式框架 照益控制也比起普遍3把風扇更低一些 當然啦 這一種一體式風扇最大的問題 還是只要其中一把風扇壞掉又或是燈珠燒掉 那麼就必須整套風扇都給替換掉 因此好不好用這一點 我覺得就見仁見智了 當車上和各位分享完這一次的裝機硬件選擇後 馬上就要給各位分享實際的性能體驗了 不過在進行性能分享之前 來看看整體的裝機效果好了 看完了裝好後的樣子 接著就來到了新的測試環節 把有設置為Intel Default Stating已經開啟S&P 在進行Cinebench R23跑分測試下 U9285K的單核的測試 得分為2392分 多核得分為41567分 此外連續10分鐘的多核跑分測試下 U9285K的CPU Package功耗來到了230W UpHare的UP2T C8也能夠穩穩壓制在95度 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接著來看看3DMark Time Spy的跑分 A770跑出了13523分的成績 這成績其實是已經持平RTX4060台了 那我就很好奇它的遊戲性能表現是在如何了 這裡我就選出了4.3a單機遊戲來測試看 當然按照A770本身的性能 跑4K分辨率顯然是比較不現實的 加上篇幅的原因 所以這裡我就只測試 2560×1440分辨率下的遊戲性能表現 首先在賽普朋克2077中 2560×1440分辨率 畫質設定為最高 搭配SEXS超分辨率 質量檔 最終能夠跑出平均71幀 感覺還是挺不賴的 於是我試著開啟變態冠軍功能 最終也能夠跑出平均47幀的成績 比我想像中出色不少 然後來看看話語大標課2就數 同樣是在2560×1440分辨率 搭配最高畫質設定下 即便是不開啟超分辨率功能 還是能夠跑出平均70幀的成績 這個表現還算湊合吧 再來是古墓麗影暗影 一樣也是2560×1440搭配最高畫質設定 最終獲得了平均80幀 最後來看看今年的大作 黑神話悟空 分辨率為2560×1440 畫質設定採用高畫質預設 單獨把貼圖 特效以及全局觀照設置為中 然後超分辨率設置為SEXS平衡版 實測下來還是能夠獲得 平均54幀的表現 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大致給各位分享了 這台主機的末日線表現 最後的最後還是要進行超頻 不過這一次我就不超CPU了 而是會給這套記憶體內存超頻 主要還是因為我聽說這套記憶體內存 有著非常不錯的超頻潛力 所以我就挺好奇 對於我這個記憶體內存超頻小白來說 我能夠將它超頻到什麼程度 得利於微星自家主板非常強勁的記憶體內存超頻功能 我只需要在主板BIOSnet單獨調整Memory Thrive E 在裡頭尋找我想要嘗試的超頻設置 再搭配上微星獨家的Memory Extension Mood功能即可 最終我首次嘗試8600C40搭配上High Efficiency Mood 就能夠輕鬆完成超頻了 我自己對此感到十分震驚 一套6000C30的套條只需要不到5分鐘 就完成了超頻到8600C40 這裡必須給微星主板工程師一個讚 通過艾達644的Memory Batch Park 成績對比也能夠看得到 8600C40對比6000C30有著明顯的提升 但是很可惜的是 8600C40是無法穩定握測的 最終我只能稍微降到8400C40 才能夠穩定通過30分鐘的TM5穩定性測試 除此之外我也寄出了 記憶體內存穩定性測試軟件 絕地求生PUBG 來看看它在8400C40下是否穩定 順帶我也拿來對比 與6000C30的區別 結果差異還是有的 但就是沒有特別多 整體幀數提升在4%左右而已 到這裡其實整個機子的測試就差不多了 這裡就稍微給各位分析 這套配置比較適合哪一類的族群 首先我個人覺得這台機子 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有著非常豐富的擴展性功能 不單單只是單獨無拆分的5個N.2插槽 包括單不限於比如自帶完整的兩個雷電式接口也是非常好用的 它能夠提供與同樣自帶雷電式接口的設備進行網橋連接 這部分就比起USB4接口好用了不少 我就試過我的MacBook Pro 16 是無法和USB4接口進行網橋連接的 但這台主機的雷電式接口是可以實現的 搭配A770顯卡最大的優勢是能夠實現更多路的Hash 265編碼視頻的剪輯回放 這部分的優勢也是目前AN卡和A卡無法媲美的存在 當然我知道也會有觀眾想要問AMD CPU搭配Intel顯卡的剪輯體驗 這部分我會留在之後單獨做一期視頻 有興趣想要了解的也可以關注我的頻道等待更新 只不過除了上述我列出的明顯優勢以外 其他領域上的表現確實也不夠亮眼 因此總結來說目前的Intel全家統主機 更適合那些專注在多媒體領域要求更高的用戶上 而且還是有非常之高的要求 才能夠體驗到目前Intel全家統的優勢 比如超多路Hash 265編碼視頻的解析回放 同時還對雷電式接口功能有極高的要求 就這些較狹窄的主機才是比較適合Intel全家統的 但即使你是符合這類主機的用戶 你還是有多一個可能是會有更好體驗的選擇 那就是蘋果Mac家族 特別是MacBook系列 因此這套全白全家統的專機 更多還是體驗也是推了而已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了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節目的內容會對你們有所幫助 喜歡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點個贊 而新來的觀眾如果能夠點擊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了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